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 仍然邀请了下凡哥哥来说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你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上一回我们说到 罗德接待两个要去毁灭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天使 可是同时当地的居民 也知道来了两个外地人 还听说长得很俊美 竟然就聚集起来 要去伤害这两个人 甚至好像全城的人 都准备看这场好戏 罗德住在这个城里 就是知道这个地方 好像一个罪恶之城 难怪他一看到这两个天使 就担心着一再要他们两个人 住到他家里去 没想到城里的人 还是知道这个风声 就赶了来要这两个人 可怜这下子连罗德的房子 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罗德想了想 既然要保护这两个外地的客人 就要保护到底 无奈中他就对这些凶暴的人说 诸位乡亲 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外地人 不要伤害他们 我有两个女儿 那要不然就给你们吧 代替他们总可以了吧 罗德的时代 确实女性的地位是比较低 罗德看着外面聚集的人潮 只好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救他的客人 可是这样的方式 究竟这群 好像强盗土匪的人 可以接受吗 让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 音乐过后 再告诉你精彩的发展哦 罗德死命地劝着外面这群凶暴的人 甚至要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替代品 好保全这两个人 没有想到外面的暴徒们 却回答他说 滚开 你这个外地人 你还想要指指咱们啊 快点让开啊 不然咱们要用比对付他们 还要可怕的手段来对付你啊 于是带头的人 就使劲推开罗德 就要破门而入了 就在他们把门 推开一条缝的时候 那两个人 飞快地伸出手来 把罗德抓进门里头 还关上了门 这下子外面的人怎么推也推不动这个门了 更妙的是 突然外面就一阵黑暗 不知道是雾还是封杀 让外头的人 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 好像瞎子一样 也没有人可以找到 罗德的家门了 在门里头 罗德还惊魂未定 那两个人就对他说 你在城里还有什么样的亲族吗 好像儿女 女婿 或是其他的亲人 在这里吗 叫他们赶紧都离开 因为我们是来毁灭这座城的 对这个地方居民罪恶的控诉 天父爸爸已经听到了 因此他派我们俩 来毁灭这座城的 听到这里 罗德真是大吃一惊 于是罗德赶紧要他女儿出门 去找他们的未婚夫 告诉他们要赶快离开 因为天父爸爸要毁灭这座城了 罗德女儿出了门 却看到外面是一片慌乱 那些好像瞎了眼 也看不到他们 可是当罗德女儿 好不容易找到 他们的未婚夫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 未婚妻的说法 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罗德的女儿 只好赶紧回家 帮忙收拾着 要带走的家当呢 他们一直忙到了 快天亮的时候 天使就催促罗德说 赶快带着你的妻子 和两个女儿离开这 免得你们跟这座城 一起毁灭了 动作快点 没想到罗德还在犹豫不决 还想着该带哪些东西 这个舍不得 那个也想拿 似乎拿不定主意 就这样离开这个家 可是天父爸爸 真的好怜悯他 他们两个人 就赶紧硬拉着他 他的妻子 还有两个女儿的手 就在瞬间离开了那座城 他们才一到城外 其中有一个天使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拼命逃跑 千万不要回头看 也不要停留在山谷里头 一定要拼命跑到山上 才不会被波及 记得啊 要跑到山上啊 可是罗德一听就担忧地说 两位天使啊 这对我很为难啊 你别这样 既然你们要帮助我们 救我的生命 就别叫咱们跑这么远 那座山真的太远了 我没法跑那么快 恐怕还没有跑到那儿 灾难就把我给吞灭了 我也一样活不成啊 这样好不好 你看见那边有个小镇吧 离这里也不远 就让我躲到那儿 跑到那里就好了 你就不要毁灭那个小镇好吗 天使就回答他说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就不毁灭那个小镇 好了 你快点跑 你还没有到那里 我没有办法下手毁灭索多玛 罗德跑到了那个小镇 就把那个小镇叫做索尔 这原来的意思 就是一个小镇的意思 就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罗德也跑到了索尔 突然天上就开始出现很多的硫磺火球 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好像一个个陨石就降落在索多玛 俄摩拉 就这样把整座城 所有的人 生物都毁灭殆尽 就在这个时候 罗德他们正拼命地跑进小城 而他的妻子忘记了天使的提醒 就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了那一眼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第二天整个索多玛和俄摩拉 锁在了平原 冒起许多的浓烟 好像一个大火炉一样 而亚伯拉罕知道 这是天父所容许的审判 可是他没有想到 天父爸爸因为他的缘故 还特别眷顾罗德 让罗德跑了出来 逃出来的罗德 躲在索尔这个小镇里面 没有多久 他决定继续带着女儿 躲到山上去 毕竟那一幕毁灭的画面 让他震惊惧怕 他带着女儿们 向山上走去 躲到一个洞穴里头 罗德一家人离开索多玛 是一直拖拖拉拉的 最主要是他们对索多玛 这个充满罪恶 确实有很多新奇 方便的生活 有很多的依恋 他的妻子 就因为想再多看一眼索多玛 一回头 成为一根用盐 做成的柱子一样 所以连罗德 其实在这个城里 都受了许多的影响 当他们为了救救两个人 他甚至会想到 用他的女儿 来代替交换的想法呢 可见他的家人 对于当地的风俗 甚至一些不好的习惯 都已经相当的接纳 于是当他们躲在山洞的时候 突然罗德的大女儿 跟妹妹就提到说 他们的父亲已经年老 像他们这样躲在山里头 看起来外头是不会有男子 来跟他们提亲 想要跟他们结婚的 这样他们的家族 将来就要断绝了 他们商量了好一会 竟然有个怪异 又难以想象的办法 就出来了 可能因为罗德 在索多玛住了很久 对于许多的道德 伦理的奋纪 他的女儿也都不以为意 所以他们想的办法 竟然是要预备到晚上 陪他们父亲吃饭 然后灌醉他的父亲 趁他人事不知的时候 就跟父亲睡在一起 从父亲那边怀孕 得到孩子 好延续他的家族 就这样第一晚是大女儿 第二晚就是小女儿陪爸爸睡了 真的听起来是很可怕的 罗德因为喝得大醉 一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这两个女儿 真的这样就怀了孕 后来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取名叫摩鸭 在那个时候的意义 就是从父亲来的意思 后来他成为摩鸭人的祖先 而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取名叫便雅米 而这个名字 是由我亲人的儿子的意思 后来他也成为 今天雅门人的祖先 后来这两族的人 却没有因为 罗德被拯救的经验 使他们对于天父爸爸 有所认识 甚至他的女儿们 对于那样行了大恶 而被上帝毁灭的索多玛 的教训一点都没有学到 反而效法那个城里面 他们曾经行过的恶事 而这些习惯风俗 也在这两个宗族当中 就流传了下来 天父爸爸对亚伯拉罕的喜爱 也推及到罗德的身上 可惜的是 罗德跟亚伯拉罕那么久 却没有能从亚伯拉罕身上 学到对天父爸爸的信心 罗德离开亚伯拉罕 他贪图生活的便利和繁华 就越加的和邪恶的索多玛城 越来越靠近 甚至后来还住到这个城里 就一进去 当地的五光十色 眼中没有上帝的狂欢艳乐 都充满着他们的生活 虽然罗德一家 在最后一刻被救了 可是他们却没有 仅仅记得这个经验 好趁是离开过去 那样忘记天父爸爸的生活 回到天父爸爸的面前 好好的专心跟随 反而却想要用 当地这种乱伦的办法 来得到后死 看起来是传宗接代了 可是却失去 拥有永恒生命的得救呢 要记得天父爸爸 听你的祷告 是你得救的事情呢 小朋友 就算一时做错事 只要你真心地 回到天父爸爸面前 好好的认罪 而且悔改过来 那就安全咯 不然局面 可是变得没有办法收拾呢 愿上帝赐福你们哦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就说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如果你喜欢听 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 打上救恩之声 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 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 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笑 爱笑爱我 我我 耶稣是爱笑 爱笑爱我 我我 爱笑爱笑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 爱笑爱我 我我 耶稣是爱笑 爱笑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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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二 我 四 命 一